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会不会有一点过分 小朋友的钱你都要把它弄过来 我又不是巫婆 你干嘛那个样子 那什么意思 你也不用那么正义感好不好 我是这样的人吗 我不太熟了 我告诉你 其实我是很爱孩子的 那么我们这些做妈的人呢 从小要好好的教育他们 怎么样来理财 管理钱 今天还是要谈理财 然后你今天要教导孩子怎么样理财 可是你不懂理财 你还要教小朋友理财 我不懂没关系啊 我请到懂的人来不就行了吗 是嘛 这就是重点嘛 因为我们都不懂 所以我们要请教专家 今天我们请到三位理财达人 理财达人 为大家介绍 陈许丽金专业针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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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今天借对机会好好起叫 起叫 是 因为这个实在我们都想要理财 可是呢 也许我从小没有学到这个理财的观念 所以到现在还不会理财 那财 我越理财 财就离我越来越远 对啊 是那么相同的因 可是这个字一差很多 对啊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 就像今天妈妈讲的 希望能够教导孩子人的理财 从小开始培养起 那从几岁开始培养起呢 其实小孩子他们对于钱其实是很模糊的 那我小时候跟他们讲说 譬如说我买一个玩具 然后要把它弄坏 我就说如果今天那一百块 你会不会把它丢到垃圾桶呢 我就把它丢到垃圾桶给他看说 你这样是不是会把我们刚买的东西 然后变成 因为他把它弄坏了 就不要变成 丢到垃圾桶 你会把一百块 丢到垃圾桶 他们说不会 可是呢 那你刚把我们才买好的玩具 然后你现在弄坏 根本就不能玩 就是钱 丢到垃圾桶 就让他有那个感觉说 哦 原来我刚花钱买这个东西 就让他开始对钱有一点概念 从这里我们真的知道 不同的妈妈交出来孩子不一样 那这个例子也就是我们家里面呢 我们家小阿弟可能就 嗯 妈妈 好 你爱干净 钱那么伤你了吧 对 家里太有钱了 所以都要就钱 什么话呀 什么话 所以人家是成功的妈妈 富裕的妈妈 但是另外我们请到一个非常专业的妈妈 这个妈妈就有她的偏方 来 我们请教一下这个亚珍 呃 我曾经在那个上过国小的那个理财营 夏令营的理财营 我就跟他们上课 我要报名 我要报名 那这个是我帮大人设计的理财六分法 可是小孩子很感兴趣 因为现在小孩子不只 爸妈不可以A他消费券 还有他们懂的保险跟投资的重要 哦 对 所以他们你知道吗 他们就主动的记笔记 因为他以后长大要实施 那我稍微介绍一下理财六分法的内容 大概就是不一定要六万我只是 就是让大家好计算 你三万也可以就一格五千块 那原则上就是十一住行育乐 投资保险八格挤在六格里面 八大需求挤在六格里面 是 那这样就变成有两个必须要放在一起 那你就要教小孩子 很可能你如果重视教育的话 你这个衣服就要少一点 就变成大育小育 那我跟他们讲这个 是不是太早 其实我觉得我们礼仪廉耻 在国小就教他 我很希望其实小朋友 从小就有这个概念 比如说我现在住不用钱 有小朋友就说老师 我住零元 那住零元 爸爸妈妈 还是因为父母亲给你 是 你必须要有概念 所以我当时就跟他讲说 其实你长大就要付这钱 那现在爸妈帮你付了 你就可以把它存起来 把这一格的钱存起来 而且你要感谢父母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小孩子从小 就要给他计划经济的概念 那所以我就又再有这个 有用有用 有同盘 就是这样 像我是建议 教小孩子用Excel 去记账 而且你在调整格子的时候 不会像我们传统的那笔记本 还图图改改 因为他这个很好弄 而且这边就可以当日期 所以基本上我现在 如果小朋友 郭小以下 我就会建议他们用这个来处理 郭小以下用这个 不是 不是 国中以下 其实我真的是 蛮 蛮觉得好奇 因为我不记账 我不写日记 对 可是有看到尤其我太太 就是非常 每天记得非常详细 那对我来讲 钱都已经花了 你在把它记下来做什么 而且你可以查到 他说好几年前的账 都可以找到 好厉害 我知道 等一下猜一下 那一年的某年某月某日 你买了什么东西 多少钱 你在哪里买的 清清楚楚 他就从小我就觉得 他就接受很好的观念 跟训练 我觉得记账会导致他延伸 记久了 他会编列预算 因为他记账 记习惯了 他知道他一月大概会有什么样的支出 所以他明年度 一看到这个 他又知道明年度的预算大概是什么 大概控管的安全 对 控住之心 真的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神 在配我们这些配偶啊 真的是配得很好 像过去马哥啊 他就一直叫我要记账记账 然后我有一搭每一搭 原因在哪里 他每次呢到了下班回来 四五点了 他问我 好 开始记 我说好啊拿出来 早上吃什么 我就开始一直想 你知道吗 从早上 发的一小点都要记 这个对我们大人来讲 都已经很困难了 是要学习 是要学习 可是呢 我们现在请教这个国伦 就是说 小孩子到底啊 要几岁来学这个记账啊 或者理财 这个部分会比较好 其实像刚刚志伟讲 就是说有些人 因为没有这个习惯 就是他 他就是他已经成年了 甚至到老 他都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一直都不晓得说 那个钱什么时候进来 什么时候出去 是啊 他好像只是觉得 好像有进来过 反正都不在这里就对了 他就一直出去 所以刚才雅臣讲的很重要 那个记账 其实是为了规划 对 就是说因为你没有 你没有那些资料的话 没有data的话 不晓得说你是怎么样子规划 那钱要怎么样子来运用 就完全不知道 对 那我会有这个观念是因为 那时候我13岁后来出国去 那一个人要在国外生活 可是我们小时候 父母亲并没有教导 就说有关这个钱财 理财 没有这个概念 可是我们出国去了 那你一个人在那边生活 那我父亲就带我到银行去了 哇 这银行从细节就说 这个叫做存钱 那这个什么叫做领钱 因为以前完全不用你去担心这些事情 对 所以后来就发现说这蛮重要 我父亲说 这个是接下来半年的生活费了 就交给你了 那你最重要的就是记下来 那如果你没弄对的话 后面那几个月可能你自己要想办法了 那我就开始会很紧张 讲说哇 这个要分配好 流落街头 对 如果这个没有分配好的话 那还得了 对不对 那就是常常要去银行 所以就对银行开始有观念 那它的利息 它的什么 然后细节就开始有 那我觉得这对我帮助很大 因为有些时候 我们很多朋友完全都不知道 像雅真刚讲那个是非常先进的 对对对 哇好专业 我们有些真的是 连银行是什么都搞不清楚的 所以我们就 现在就是让孩子 他们现在不需要出国嘛 但是我们就刻意带他去 开始你怎么样申请一个账户 那为什么要银行 你为什么要存款 他就讲说那活厨跟订存 订存有什么不一样 那股票又是什么 他就开始好奇了 那房地产是什么 就是从一些东西 让他开始实际去接触之后呢 我觉得对他都有帮助 孩子我觉得是 你落实实际让他去碰的东西 他就开始有概念 否则很多那些观念是非常抽象的 对对 terrific 我看你完全抽象 十次双插 基本上我是属于月光组的 一开始钱拿到钱 好开心 赶快去大吃大喝 到这后就 你今天吃什么 對 cy banging 你吃不下对不对 我带回去 因為其实黄老师讲的 这个很有趣 就是你要让孩子就进银行 看你怎么样办那些手续 为什么要办那些手续 办了哪些 这些 可是你真的有这样子 而且几岁的孩子 你就可以这样带你去 他们大概小学的时候 我就带他们去了 小学的时候我就带他们去 像我们现在老三 他九岁十岁 他非常介意 他非常介意 他银行有多少钱 真的 我们老大 因为他也是小学开始接商 现在进到国中 他就整天问我说 有哪些理财投资的工具 买一支股票 我刚开始只是要炫一下 说我很懂 对不对 他现在问细节的 真的我也搞不懂 我说这个 我慢慢再告诉你 他跟你一块钱就股票吗 什么习户 他想要知道 他说那请问一下 那可口可乐怎么样啊 那个 那苹果是怎么样子啊 是是是 还是微软吗 还是 他就开始问一些问题 我想说 哇这下我 我应该把他送到你那边去 可是呢 我们现在讲到一个重点 刚刚这个动作 这个行为 我们可以带着他走 这样没有关系 可是你知道吗 当孩子如果拿到 那一本存折 以及那个印章的时候 你知道他就觉得 我感觉拥有全世界 因为突然间 一戏之间 突然间觉得好有power的那种感觉 从此以后可以运用 但是我们现在来访问 我们实际操作的妈妈 历经好了 这个像这个孩子的存折 跟他印章 你觉得该怎么样来保管 比较好 看他们年纪小一点 就是用储蓄的方式 因为可能钱大概几百块 到一千块 那一直存存到上万块的时候 好我们就可以教他 怎么用投资 其实我也是读 阅读一些书 我跟他一个观点说 如果你今天有一万块的东西 你买了一万块的东西 你用掉就没有 可是你说买一个一万块的东西 可以帮你去伸更多钱 你这样是不是以后更多的 帮你伸好多钱孩子 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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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赔了什么 对 这不是要五千块 我都没动态啊 好 所以我跟他讲 他比较前出博了 我跟他讲的观点是说 如果你今天 譬如如果说买一台是计程车 你可能买一台私家轿车 你开得好好过瘾 可是这个车没有什么意义 你今天是买一台计程车 它可以再帮你赚更多钱 对 你再赚 这个东西还可以再伸钱出来 所以你买的是一个工具 然后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 你买一个饮料贩卖机 自动贩卖机 嗯嗯嗯 所以如果你这个 因为一个饮料贩卖机 大概是三万块就买得到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三万块 你去买一台饮料贩卖机 帮你赚钱 帮你赚这个累积这个钱 好实际 你给他 难怪我们现在求那么苦哈哈吗 我们就不会学人家这样做 帮我买一台 你去哪里啊 我自己要喝啊 所以说 你知道赵 对啊赵丽金这样讲起来的话哦 那可是问题还是有啊 那个那那所以说那个纯折布跟那印章 纯折布印章我们其实没有特别的管控啦 就是也可以放在小朋友那边 对或者是分开 对 那印章到 非常有趣是当他一拿到那个布子之后呢 他就他会很小心去保护他 对啊 他会很确定不要花到里面的钱 要花 对 其实他是希望 是 当他有那个power的时候 对 他不是想要领出来 他是要怎么增加 其实小孩子存钱欲望比大人还行 据你们这样讲 他们很有赚钱的潜力耶 我小时候基本上 唯一理财的一个观念 或者是开个训练 大概是来自于一个游戏 就是大富翁 是 对 我们大家在玩那个 然后买房子买 然后到破产了 就还给你们要借钱 对 我们最喜欢看人家破产 那我们觉得用这种方式来去教育孩子 好不好 像立新刚才讲就是说 因为我们通常观念就是说 这个钱存下来 你领出来就是要把它花掉 他像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 那个钱不是拿来花的 钱是拿来就是投资 让他可以生产更多的 更多的一个钱 就是说 这完全一个不同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 一个就是我要把它用掉 另外就是说 你要再用一点心思去思考说 我怎么样好好的使用这笔钱 让他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一个利益 然后让这个钱更多 就是说让他生钱之后 你再把那个钱拿去花掉 所以举个例子 像说我们孩子有时候 我们就到大卖场去 是 然后我们去买饮料 买饮料 那他在用批发价嘛 就开始算了 就说那这样一瓶是多少 那现在超级市场一瓶是可以卖多少 所以他也想赚钱 你知道吗 他想 他说那我这样好不好 他说 爸爸你帮我 你用你的钱帮我买 那我拿去卖 那钱我来赚 我说我不要 我用你自己的钱 所以他就很谨慎 因为你用你的钱买 他说拿去卖 他自己会喝掉 像那个问题 重点就是你不要拿紧 不行你要拿你的钱 所以他拿那个钱去买 他就算我买可乐大概多少 一瓶大概11块 一瓶 那外面大概卖20块 他说那这样子 我这样一瓶 我这样可以卖多少钱 那他就会 他也会拿去卖 真的我不骗你 那小孩子其实 他现在孩子比我们聪明多了 对 我们现在智商没有 以前的智商没有 现在的一半 他现在就想说 那我这个现在就可以拿来用 我可以拿来去投资 那其实我还可以得到很多 然后说不定我还可以帮助你了 帮助你投资了 这很好的一个观念 你们家小孩子 对数字观点好去 不像我们家小孩子 20块钱选11块剩多少 嗯 4块 怎么说 因为其中那两块 我又拿走了 数字观念对他来讲 其实还是模糊的 没有我的关系 我觉得我们小朋友 也不是说他们数学特别好 可是我们常常在日常生活中 教导他们 常常会跟他讲很多这个例子 所以他刚说 那个小孩子开始卖东西 我们就是有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买很多那个洋鱼片 也是大卖厂买的 就他们在教会 就是可以去卖他的小朋友 对啊 结果好好的 有好多人多的地方卖 还被称贵卖 好厉害喔 真有些事意啊 很好玩 结果他就跟我说 我说那谁要给你买 他说 我跟他说买一包送一包 那我说那你这样划算吗 对我说你这样成本划算 他说我才不会这么笨 我说买一包大包是送一包 他小包 我说你不要少看孩子 他们的想法其实更灵活 对不过呢 我现在要稍微有一点 这个帮其他的孩子发发声音 也有那种实在不会花钱的孩子 就是我这个孩子 对对对对 就是想要我就要去买 尤其是现在因为很方便 还有金融卡 那就像如果说五六年级啊 国中以上的这样大的孩子 可能妈妈就会知道说放心把金融卡放在你身上 可是他如果拿了金融卡然后就直接去领钱 那会不会有这个乱花钱的这个 我觉得小朋友国中以下家长担心的是他丢掉 所以我还是比较建议大概上大学或是高中的时候提款卡再给他 那至于印章也是怕他丢掉 印章跟那个存者就放在家长这里 对啊现在只要给他一张约友卡就好了 不要电话卡之类的 跟你一样的命运 对对对 这两张卡可以了 你还给他现金卡金融卡 对啊 那我没有担心啊 真的真的 不过你们不要小看小孩子 你知道有一阵子啊 我都会问他说 你现在线上游戏哪一种最好吧 是 然后我就教他们用这个 他就会告诉我哪一家是橘子的 还是自贯的啊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只股票是不是最贱会 这真的很实际啊 对啊 其实从小就可以教他如何选择 所以现在很多线上游戏的公司他们也都上柜了 上市 上市了 而且现在经济消费他们宅经纪 就之类的就可以买股票那种 哦这么厉害啊 而且现在宅经纪他们是最夯的最赚钱 他们跟脚踏车是目前最赚钱 那除了了解市场行情之外 那小朋友也要开始学习记账吗 尤其有你刚刚讲那位请Excel先生来帮忙 你又少看小朋友 小朋友他看世界当油价一直涨的时候 他就会问我说 妈那我们可不可以买那个能源基金 对 对那关于这个基金啊 其实基金啊小朋友的钱通常是有一搭没一搭 他存很久才能三千块 可是定期定额呢 是最低要三千块 那单笔的就要更高的钱 所以后来我们就研究一个方法呢 就是你有三千块之后 我们就定期定额那个 把他买一笔 然后就暂停扣角 等到他又存到三千块 再把他恢复扣角 这样他就可以慢慢的定期定额的去投资 志伟等一下 听不懂对不对 叫谁暂停扣角 对 叫银行暂停扣角 对对叫银行 进入不了 那其实这个啊 在网路上 就是你在你的电脑上就可以操作 现在网路银行他就有在卖基金 所以你只要一个按键把它按下去 他就暂停扣角 或是恢复扣角 哇真的很厉害 你看这样教孩子 其实真的是不容易 那但是刚才你单一说 我们给他钱 就是给他提款卡 他会一直去领钱 对是 那我觉得这就回归到 他对于这个金钱的观念 这是小的时候你就培养他说 这个钱是很不容易赚到 我们之前有提到说 要让他亲身金率 赚取这个一百块 赚取几块钱都是非常不容易 所以他开始就会慢慢习惯说 他不会那么乱花钱 所以我们家儿子到后来还会说 妈咪我觉得你好浪费哦 真的吗 对他不会嫌我很浪费 你明明有了之后你又买一个 然后你鞋子里这么多双的还这么买 真的真的 因为我每个人都说 比起妈咪的鞋子好多 然后我亲身有一个实力 然后我以前小时候 我都跟小朋友小的时候 那我都跟他们讲说 你看超过一百块的东西 就好贵好贵哦 然后结果他们去那个鞋店拿选鞋 然后每一个拿起来看一看 然后都放下 然后说妈妈我们回家 我说为什么回家 就来了就选吗 不是都超过一百块 不是每一双都超过一百块 然后后来慢慢慢慢长大之后 他们说妈妈你骗人 你每一双都超过一百块 那是真的唬不了你知道 所以现在我们想要知道 就是说好既然是如此呢 那那个父母亲的以身作则 好像是很很重要 对不对 那如何的父母亲要如何的理财 或者是花钱的方式 要如何的以身作则呢 我们问一下国伦老师 就是说其实他们孩子都在看 那我觉得孩子智商也比我们高了 我想以前我可能吃的不是很营养 对 所以他们就是非常非常重要 他们用什么都比我真的是好 太多倍了 然后不用我们教 我常常他们用个东西 我说你不用看说明书吗 说为什么这个要说明书呢 不就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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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根本看不懂 就像刚才亚生讲的 说按一下就暂停 你会不晓得按哪 我们按了可能就开始扣脚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就是一直在看我们怎么样子来过生活 没错 那我们其实就告诉他 就是说 我们其实常会告诉孩子 我们这个钱是怎么在运用的 这个钱进来之后 我们是怎么样子安排的 除了就是说 我们拿去买东西 付一些账单之外 我们也开始跟孩子讲 就是说 其实钱也是可以拿来帮助别人的 就是钱是可以拿来服务的 那我们希望给孩子一个观念 就是说 我们活着不是为了钱而活的 钱只是他 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 是帮助我们 去让我们要做到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是 所以活着不是为了他 他是为了来帮助我做别的事情 而且要做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你看 最近你看谁有需要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爸爸要拿一些钱去帮助他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也来 有一些公益团体 或者是说在教会的时候 你要学习说 有一些钱就是你要分出来的 那知道说这个钱是可以拿来奉献 或是去拿来帮助别人 那他就开始有一个观念说 原来钱它的意义 它的价值观 不是只是怎么知道怎么用 但是那个价值观 为什么我们要让他产生 更多的一个金钱 是他可以拿来帮助更多的人 是 不是说拿来就说 我以后可以买法拉利 不是 不是只有自己 不是为了这个东西 是为了说为了帮助别人 那你这样子想要赚更多的钱 我觉得才有意义 对 否则他不晓得 他只知道说有一些的工具 还有一些的方式 可是他根本不明白 Why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每次那个 好感动 真的 每次那个国伦只要一讲 我们不知道怎样 那个我们的阿德老师 那个音乐老师 就每次都上身 你知道开始就弹一些 就开始比较 很温柔的韩剧 情境式的音乐 感觉上次我们现在 要开始收奉献了 对 什么都开始收奉献了 他刚刚讲的那个奉献 就是我有一个实际的例子 就是我们教会 每个礼拜都有一个跳蚤市场 所以我们家就会 我鼓励他说 你有没有那些玩具 还是输一些不需要玩 还是在赚钱 对 就有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后来 就把家里东西 全部都收集 他们就在那边 雇一整天在卖 这些跳蚤市场 就他们三个人 我就跟他说 你要雇 然后你卖的东西 这个钱就是你自己得到 所以他们三个 很经意计较 一人一个盒子 这是我的 你不要拿我的钱 大家很计较 可是到了最后的时候 他们竟然就说 妈咪我这个钱 全部都要奉献给教会 我很厉害感动 所以我就说 其实教导孩子 不仅是去赚得金钱 你还要懂得去奉献 去给 分享 对不对 其实最重要 这个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我走过去说 怎么卖我的东西 卖你的东西 把妈的东西 把爸爸的东西 没错 所以我就 这个拿回来 这个还可以用 这个没什么 这个没办法 这个没办法也是 还要签检查 过去一下 对对对 那你怎么 所以我觉得 其实从小 我就会告诉他们 其实我们的钱 都是来自上帝 那你如果 你不要一直去想 像从前 很多人都说 我现在电子业很好 我让我的小孩 去念这种火红的行业 那现在就修无心价了 是 所以我从小就一直 该告诉小孩子 你们要去做 对别人有帮助的事 那这样钱就会跟着你走 你不必去追钱 你只要贡献你自己 上帝自然 就会发薪水 真的 尤其是在圣经里面 其实也教导我们 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是跟一般人 有点不太一样 一般人可能 量入为出 对不对 但是我们是 量出为入 我们大大的分享出去 但是神 就从后面 就不断地给我们 供应我们 是不是 真的 我觉得今天 真的学到好多好多 而且神真的让我们 在这个金钱上面 你做一个好管家 是 那么既然就能够成为 这个事业上 很多很多的事情 你就能够相信 孩子如果在钱的方面 能够处理得好 很多事情都能够做得很好 没错 那我们也借这个机会 能够训练孩子 然后让孩子更通很多的事情 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三位老师 谢谢 谢谢 说过好的观点 从这个事情上面 来教导孩子 对 对了 没错 好好地学一学吧 对不对 谢谢 谢谢三位的参与 谢谢 太高兴了 对对对 好好地学一学 谢谢 谢谢